我想分成三個領域 一個跟資料有關 一個跟事物有關 一個跟人有關 這三種 而且每種工作都有不同的能力來完成 那這三種能力能夠來看 譬如說跟資料有關 就是你對資料的綜合、統整、分析、匯集、計算、處理比較有能力 而跟這個人有關的 譬如說戳傷、教導、督導、娛樂、穗育這些跟人有關 那這種能力基本上來講 我們常常講 先講 把這三個講完之後再來說 再來一種是跟這個事物有關的 也就是建構、機密、操作、操控、發動、操縱這些能力 一般來講 我們常常在職場裡面有一個迷失 不管你跟事物有關、跟資料有關、跟人有關的能力 搶的人 適不適合就一定適合當領導者或管理者 不一定 常常有這個名字 喔 其實這麼厲害 應該要來蜘蛛罐 沒有的人是怎樣 我需要蜘蛛罐 這個也就是管理者跟專業者分工的地方 有的一面對人就頭痛 他只喜歡面對他的機器 他的資料 他可以整個遨游在他的領域裡面 但是讓他面對人他就頭痛不適合 因為簽到領導就簽到什麼 跟人波通這方面的能力 所以專業者跟管理者要分別來看 當然他假如說有這個專業者之後 非常厲害 那他對人又有興趣去管理的話 當然這派給他主管的主事者 你以為是沒有問題的這個事情 所以這個方面要去區分一下 這個是在能力方面 我們來講就是資格證照 另外有一種就是 所謂的性向色 去瞭解自己適合的工作 那這裡面基本上 有一個學者叫Hollen 他在1980提出這樣的模型 叫人格看守的模型 他把這個適合的工作分成六種 實際探究、藝術、社會、企業、事務行 而這六種型態 把這六種型態、RASEC 他們的一個整個特質 還有他們適合的工作呢 我把它整理 這個是他們的特質 這個是他們適合的工作 所以我說今天這個對各位來講 各位都是各個節節的 人生也過了很多的事情 所以這個給各位來參考一下 這反而是對那個社會新鮮人 或是其他進入職場的人 是比較有幫助的 好這個就是在知己的部分 那在知己的部分 我剛才講要了解什麼 外在的情勢 這包括什麼 現在政府重視什麼 六大新興產業 前瞻性新興 資訊、通訊、產業 十大重點服務業 那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什麼東西呢 六大新興產業 你看 生物科技、綠色能源、精緻農業 觀光旅遊 醫療、招呼、創意 這些 政府現在推動的 然後十大重點服務業 剛才就有談到會展產業 會展產業 還有前瞻的新興的資訊、通訊產業 雲端、預算、智慧電動車等等 還有智慧電動車等等 還有智慧電動車 那你了解到這個政府的趨勢 還有重點的這個服務方向 你就會有示範公併的一個效果 那你要了解它的一個內涵 那前理還是怎麼樣 你要先知己 了解你的興趣在哪裡 你喜歡做什麼 你的價值 或什麼不能講是有意義重要的 然後進而去培養你這方面的專業 就是取得相當的正常 你才能夠相得益善 是這樣子 那其實 經由這個知己之彼之後 這個就是高兵門東區 它的一個現況 就是去年整個證明出來的 這裡面你看 這個叫求公費數 新登記求財155個 新登記求職的有4個 也就是說這個是事業單位 求財人數 他是他的38倍多 就是要找軍人的 居有4個 但是有軍人缺了150個 他處理他 這個求公費數就是 這個處理這個 求財出於求職的 這個是備數 所以最熱門的是什麼 以我們高兵門東區 清一區 有很多的工作機會 這個主要是律師跟法律專業人員 再來是財務局商業助理人員 這個求公費數 就是把這個求財的 處於求職的 叫求公費數 那這個出來就是說 每一個人有38個工作機會 每一個人有 央利谷的工作機會 是這個意思 把求財處於求職 這個是我們高兵門東區的一個現況 最新出來的統計資料 那當然也要注意到 各別廠商的各別需求 那其實我最後要給各位建議 就是 這個是不同的 實在的發展階段 我要給各位建議就是這個 不怕不景氣 只怕不爭氣 就是當能力建立在自己身上的時候 景氣又跟自己無關 也就是說 再怎麼不景氣 也是有人有什麼 賺錢 也有錢 但是 啊但是 啊哪 建議也是有人 失業 所以重點差別在哪裡 就看你自己 能力是不是在你身上 啊能力在你身上 就是自己要什麼 只想今天呢 就是要創造自己的價值 價值是什麼 等於利益 屬應已成 什麼意思 你今天 你要吃人的頭 你假如你是要 這個 這個就業 這對老闆而言 你為老闆創造的利益 除以 老闆為了找到你所付出的代價 叫成本 譬如說 對老闆而言 你他所發的成本 你一個月 整個成本包含你的薪水 你的薪資 你的福利 只要這邊加點是三萬塊 你一定要讓你價值大於一 也就是說 你帶給公司 帶給老闆的利益 一定要超過三萬以上 對不對 啊不 你就知道什麼 老闆可能長期 都 他製作成本 比 他所得到的利益還多 今天景氣好的時候 他很沒有機會去檢視 不景氣他就從台語報表來看 到底哪些事 是沒有奉獻的 對不對 所以一定要確保自己的利益 不對 你今天要創業 創業者要當老闆而言 這個公司是對誰而言 對顧客而言 你為顧客 他所知貨的代價叫成本 你要為他創造利益 代表他的好處叫利益 也一次要大於利益 他花你這個錢 花成本 買你這個東西 你一定要高於他所認為的好處大於他的成本 才這樣有價值 我舉例來講 今天這個開賓士車的車主 他花了150萬 我花了兩百萬買這輛車 叫成本 分布嗎 他為什麼會買你這部車 是因為他主觀的覺得 他所得到的好處大於這兩百萬 他認為有價 所以跟你買 所以被人家一個人買 會心想什麼 你們感到無奔才會贏 所以企業競爭 價格不是唯一決定的利率 價格在成本 價格假如唯一決定的利率 變得無人買 那有這麼多人買 就是因為你感到他得到好處 大於他所支付這個兩百萬 他的價值就是大於 這是主觀的嘛 所以因人而異嘛 所以你今天你要創業也好 或是你在工作職場上也好 你平常讓你的價值怎麼樣 大於 保持你的競爭力 才能成為了職場不敗的產生區 好 時間就很輕 大家事典感 把我倒一塊也拿來 對 今天非常感謝大家 擔心 擔心 今天非常 謝謝各位好不好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